大家好 最近在wordpress网站速度优化方面又有一些心得 我会分几课分享给大家 首先是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一个国外的朋友分享给我的 事情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主题 就是我那个个人网站 它是一个资讯类的 然后它的最新版的CSS文件有依照那么大 后来我上它这个论坛 主题的技术论坛去问 官方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解决方案 然后有一个热心的朋友给我推荐了这个网站 让我去检查和分析 我开始以为依照的CSS应该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后来听他们说貌似问题并不是很严重 于是乎我网站速度的优化之旅再次开启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分析结果 是我优化之后的一个结果 两个得分 一个是A 一个是B 这两个得分 在页内应该是权重比较高的 一个是页面速度 另外一个是YSlow 是对网站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分析 其实谷歌和百度都有相关的分析 我在这次优化操作之前先分析过 有一个让我比较意外 就是他并没有检测到网站进行过GZIP 但实际上我这个服务器是NGX的 是打开了GZIP的 关于GZIP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教程有详细讲过 关于是怎么发现怎么解决的 我在后面几节课中再跟大家说 见证1的这个网站呢 主要是图片没有优化到位 还有一项得了一个E 主要是HTTP的请求比较多 不过经过一阵优化之后呢 这个请求数量明显减少 关于这两项的得分呢 建议大家都把它优化到C以上 也就是最次是B 因为这个B呢它是绿色的 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 关于网站的速度优化 其实是一个很劳民伤财 花时间费精力的一个事 一般的老板 也就是出钱的人呢 他只要看到网站能打开 能够用 功能没问题 他的心理目标已经达成了 但是一个网站的速度 是用户体验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包括搜索引擎的优化 也是很看重这个速度的 所以我们花更多的时间 来研究这个网站加速 对于一个运营的网站 或者是流量比较高的网站 是非常值得的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 我们下节再见 拜拜 拜拜